来姐妹们今天给你们准备了各种不一样价位段的手肘 让你们看一下你们能不能看得出来它的区别 这里的料子呢就从小千到中万都有 一条一条看吧 首先呢这个是一条小千价位1800的料子 这个料子它底装很细很水润的 会有那么一点点轻微的小结构感吧 但是作为一个小千价位段的货来说它非常的超级了 这个呢就是一个中千价位段的放漏料子 它是有那么一点点小杂色去放漏的 那这个料子呢无论从光感冰感都是非常的不错 而且水头也很棒的 这个料子是属于我们家现在的一个长期款 然后就是一个大清价位段的放漏料子 这个料子的话呢它的底子整的很好 真的堪比市场上面的那种两三万的料子 唯一的小问题就是它会有那么一点点的小细纹念 但是它的水头颜色底妆细润度都很高 哇这个真的太漂亮了 接着就是一个小万价位段的料子 这个就会比刚刚的那一支完整度更高 然后它底子通透度也会更好 而且它的颜色调的话是一个粉底 带一抹小黄斐 而且这个料子起货出来焦光感啊 还有透度都很高的 很漂亮很漂亮 最后就是很多姐妹都喜欢的这个起杠的木纳料子 这个料子无论是它的透度杠性 还是底妆的细腻度都很高 纯纯正正的木纳雪花棉起杠性的料子 这个料子如果说是大圈口的话呢 它的价格就要过六位数了 但是小圈口只要一个中万的价格很漂亮 哇 那么最后就给姐妹们欣赏一个颇天富贵的料子 这个是一个中六位数的料子 真的已经一头到底完美无瑕 我的天哪 这种料子戴在手上 如果说没点实力的姐妹 人家会不会怀疑你买到一个假货呀 你看这个玻璃光泽 这种就是翡翠独有的一个玻璃光泽珠光宝器的感觉 是其他的料子没有办法呈现出来的 只有翡翠会有这种光感 太漂亮啦 那屏幕前的你们有没有能看得出来 每一支价位段的料子之间的区别呢 评论区告诉我吧 来咯 点个关注 点个赞吧